破口 黑红黑红的 这个石头还有这么大一个 表皮呢 它是一个黄色的石皮 然后它里面呢 我感觉它应该是一个化石的 这块没有表现啊 有些同类的石头 它的石皮啊 有那个化石那个虫子 这一块不知道里面有没有 看表现的话它好像没有 但是我敲破了一个口 看它这个肉质的话 很像我们当地的一种化石 因为有些石头没切过的话 还真的要尝试一下 因为你没切过 不代表它里面就不好 有些呢 别人也不玩过这种石头 你也不玩过这种石头 根本就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怎么样 我还比较好奇就是 切开里面能不能看到有那些 以前古生物的那种骨骼啊 有些已经给它化成一些石头了嘛 但是它的骨骼还是有的 好 我们给它上机器来上一刀 好 石头刚切开了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啊 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死的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黑红黑红的 有好多条纹 哎呀 这个石头真奇怪啊 都不知道属于哪一类 刚才以为是一个化石 但是里面啥也没有 看这个结果的话 应该也是没戏啊 因为它这个颜色嘛 也不显眼 图案没有图案 花纹也没有花纹的 也不知道是个啥 玩石头 玩石头 肯定也要玩一些有价值的啊 像这种没有价值的 只能把它扔了 因为有些石头呢 你不去了解 你不去发现的话 可能你以为它没有用 但是有些切开的话 它还不一定的 所以说也是充满了一个好奇心啊 好奇心的吹死下 给它来了一刀啊 好 每天已经分享美食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啊